今天新闻一开始要来看的是 前空军作战司令部士兵江国庆的冤死案 军事法庭在今年五月份启动再审 今天判决出炉了 江国庆无罪确定 而主要理由包括了当年军方是行求取贡 还有江国庆的自白跟郡政也不符合 而在庭上聆听宣判的律师团则转述表示 审判长叹了一口气才宣读了判决的理由 还在判决书上写下了袭灾两个字 表达对年轻生命的惋惜 发生在十五年前空军作战司令部谢信女同遭性侵案 军事法院今年五月重启再审 在十三号宣判江国庆无罪确定 军方也不得再上诉 因为本案那个被告江国庆死亡 所以本案判决那个判决以后不能上诉 以宣判案提告确定 判决出现逆转主要原因包括当年江国庆的自白 是遭到军方行求逼供 调查单位补强证据也不正确 最重要的是嫌犯遗留下来执掌文比对后 也不是江国庆的 而在庭上聆听宣判的律师团也转述 审判长是叹了一口气才宣读判决 刚在判决书上写下袭灾两个字 对江国庆的生命感到惋惜 很可惜的 这样的一个征讯的过程 居然被原来的判决 把他认定 甚至也判执行 那也执行完毕了 那么这么严重的一个证据的疏失 居然是这么多年后 我们才能够帮他平反 江国庆终于获得平反 律师团固然开心 但心里难免还是有遗憾 而江妈妈多年来 背负着外界的压力 更是没人能体会 现在终于盼到儿子沉冤得雪 但人已经不在了 对江妈妈来说 这反而是更难承受的心痛 这三宝组看不到